这个切罗可不是一般的切罗 当时他一个普通鸡 这个伤害直接让我猛疼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就没了 要知道我可是大开黄 没有一万血 也有八千血 就这么轻易的没了 我不甘心 于是我又去找他了 可是我大招还没有放完 我又没了 我的天哪 你说这伤害 你不猛疼吗 要说他没开点什么 我是不相信的 就这伤害别说是我了 职业选手他也打不出来呀 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来到了眩恋营 照着他的出装我也来一套 在神装的情况下 我一见过去 那还等什么呢兄弟们 反手备战好出装和冥完 直接来到现场 我倒要看一看 这套出装在线上 到底是怎么个回事 开局的时候 孙上香好像意料到了什么 离我远远的 生怕我的普通公斤 把他打到了 难道他知道 我只要出这套出装 他要躲避了兄弟们 他害怕 修连我打这个小鸟的时候 孙上香都没来得及赶过来 我战战自喜 兄弟们 果然这套出装的威力还是有的 光这个气势他就害怕 就在这时候 他朝我扔了个手雷 他什么意思 我一个二技能被他一技能躲过 他什么意思 他要和我硬刚吗 来呀 我开着一技能就和他硬刚 没法玩了 等着吧孙上香 等我后期 我复活回来看着他非常嚣张的孙上香 我心里面老是不爽 我就心里面莫名的有一些冲动 我就想找他干 当时我开着一技能 看着他一股气流直从我的脑门 瞬间认读二脉直接开了 不出意外的血压起的有点高 忍了很久 比赛忍到了八分钟 当时我的冲装出的也差不多了 于是我就想和对面强干一波 试验我这一头冲装 看着我十三级 我信心被灯了 直接牵着我方的鲁班他爸 冲入了敌方的野区 二话不说 我先砍个冰鞋 看见对面的人员来了 我们先开启一技能准备好 一箭过去孙上香没了 白琪过来被我两箭给嘎了 张飞也是两箭 最后那个嫦娥还想跑 被我一箭打架 直接四连重返 我的天哪 这是 这是骑罗吗 这不是黑夜中的死神 王者的 那八个吧兄弟们 用三四分钟过去 我成装了 刚好此时对面也来了 那么瞬间我就开启一技能 一个普通攻击过去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顺杀 95% 真正的一打五 顺时五杀 我的天哪 兄弟们 这是骑罗吗 是吧